大熊因和父母闹矛盾而离家出走 不成想这一走就是整整十年 十年间大熊独自在荒岛生活 在蓝胖子的帮助下又重回了过去 话说大熊贪玩连续几天回家都很晚 熊爸和熊妈早已经看不下去了 于是劈头盖脸对他一顿训斥 怎么说父母也是对他好 可大熊却感觉自己十分委屈 蓝胖子说大熊天天这样 没揍他就已经算好的了 大熊一听这话立马极了 连好兄弟都不帮自己说话 于是穿衣服就要离家出走 蓝胖子感觉事情有点闹大了 赶紧拦着他不让他做傻事 大熊是铁了心了 拿起一个小盒子 打开一看竟是老鼠 蓝胖子当场被吓晕了 大熊想趁这个机会拿点道具走 尽管不知道这些道具是干嘛的 但大熊还是拿走了 万一能用上呢 熊爸和熊妈已经睡熟了 大熊开开心心离家出走了 带着竹蜻蜓飞了一夜 大熊早已经困得睡着了 一群海鸥意外把大熊吵醒了 大熊一看竟然到了大海了 睡了大半夜感觉很清爽 仔细一看前面有座小岛 大熊来到了这座岛上 远远望去周边十分漂亮 大熊决定就在这里自由生活 不知不觉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大熊需要先找个能睡觉的地方 于是看看这些道具能否帮上忙 可没有说明书大熊也不会用 感觉没用就随手扔了 还有个道具能教人算术 不爱学习的大熊更不喜欢了 大熊想先弄点吃的填饱肚子 这把枪或许可以捕到鱼 忽然抬头看到一棵椰子树 这大椰子看起来很好吃 神枪手大熊举起了枪 扣动扳机却发现没有子弹出来 而是一些兔子鸽子和彩带 大熊想爬上去自己摘下来 可体格不行竟然摔了下去 大熊都有点想回家了 可转念一想又不肯轻易放弃 毒辣的太阳当空照 大熊渴得不行 忽然想到没水肯定活不下去 好在大熊还戴了一双岩鼠手套 可以用它挖一口井 分分钟后大熊已经挖了很深了 可还是见不到水的影子 坚持不懈努力终于挖出了水 大熊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二话不说大口大口喝了起来 喝了半天才发现是很咸的海水 大熊感觉自己早晚会死在这个岛上 这让他不禁害怕了起来 想了想最终他决定回家 刚拿出竹蜻蜓却被飞来的海鸥碰掉了 竹蜻蜓竟然自己飞走了 大熊一看立马追了上去 没有竹蜻蜓他就没办法回家了 可天不遂人愿 大熊不仅没拿到竹蜻蜓 自己还重重摔了一跤 只能眼睁睁看着竹蜻蜓飞走 大熊一下子失望透顶了 没有竹蜻蜓就离不开这个小岛 天空下雨大熊却高兴了 因为他终于有水可以喝了 结果一不小心踩空了 大熊掉进了一个深坑里 仔细一看就是刚才他挖的洞 正好可以避雨 大熊带来的道具基本用不上 打开这把雨伞竟然会下雨 好在有他就不愁没水喝了 忽然身后有动静 一棵大树竟然插了进来 大熊出去一看震惊了 竟然是之前的椰子树 雨停之后大熊来到了一棵大树下 用手枪敲打着椰子壳 努力之下终于敲开了一个洞 大熊赶紧大口大口喝了起来 心想着蓝胖子肯定会来救自己的 明亮的月亮高高挂 大熊已经想爸妈和蓝胖子了 转眼一周过去了 可蓝胖子还没来 大熊安慰自己说明天一定会来 在这里吃喝已经不是问题了 可过了一个月还是没人来 大熊依旧对明天抱有希望 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一眨眼时间已经过了一年 大熊内心已经慌了 难道蓝胖子永远都不会来了吗 悔恨和无奈充斥着大熊的心 这天睁开眼睛一看 大熊竟然发现自己在家里 蓝胖子向他问好 老妈提醒他要迟到了 大熊一下子愣住了 片刻之后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原来刚才只是大熊做的梦 大熊由少年长成了有胡子的青年 正所谓光阴四溅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十年了 大熊感觉能回家的希望越来越小了 悔恨的泪水在他脸上滑落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而已 无助又无奈的大熊肆意奔跑 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 正在哭泣时 貌似听到了什么声响 声音是从身后的道具传出来的 大熊捡起了道具 想到当初是感觉没用才扔的 回想到年轻时的画面 大熊不禁有些怀念 甚至感觉自己听到蓝胖子的声音了 抬头一看愣了 远处真的是蓝胖子来了 突然的惊喜让大熊傻眼了 大熊问蓝胖子为啥现在才来 蓝胖子看向了那个道具 原来那是SOS信号发送器 全靠他才知道了大熊的位置 大熊回到了十年未回的家 可他不敢进去 竟然害怕被爸妈骂惨 蓝胖子想到了好办法 带大熊回到离家出走的那一天 之后用时光包袱把大熊包了起来 只见一道亮眼白光闪过 大熊又变回了少年时候的样子 然后激动地跑到了客厅 蓝胖子在的时候 干吗 明天化一些 真�ざ com 我的爷子啊 到了 来儿快先 啊啊啊啊啊